今天累死我了 这衣裳飞得穿成这样 才是皇上 圣人的规矩也太累了 好 你带的那个女孩 什么时候让我见见 咱不说好了先不见吗 你得让我看看 就今天晚上吧 有缘的时候 爷爷 钦慈 敢抗旨不成吗 今儿钦犯有何动静啊 早就悬梁自尽了 听动静还挺精神 不是 你要干吗 放下放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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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要干什么 平腾了 我 他 这应该把你送回赵狱里去 你又不是没把我关进去过 不是 不是我这儿有什么不好的呀 有吃有喝的 又没人杀你 推开窗户还能看风景 你一连三天 连个人影都没有 还不如把我关回大牢里去 你养猪也要透口气 三天不见就急了 想我想的 你看看你这副嘴脸 狗咬吕洞兵 你不识好人心 连你爹都知道 我是在帮你 真把你扔到宫外 你早让人给杀了 留你在我身边 是给你留条活路 我爹 徐兵大哥 还有聂心兄弟他们呢 我是替你看反贼的吗 是 你不是什么都清清楚楚的吗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现在的身份 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 真把你关键诏狱 你连明天都活不过去 那你就把我送回去啊 反正我知道报仇报不成 也就算了 但你要是幻想让我去 做一个内奸 我告诉你 你太小瞧我了 来人 在 在 舒服了 对不住啊 二位 你得去玉玄四灵赏吧 是 是 好 很好 尽管下来 我大人不计 小人过 原谅你了 放了碗 那你得先答应跟我合作 想得美 我爷爷知道我领回来一个大活人 他说要见你 你爷爷 是朱棣 是朱棣 叫皇上 你还真是一点忌讳都没有啊 我领你去见个熟人 给你半个时辰 给你半个时辰 我爹呢 那天你从鸭鹅巷被带走之后 我们就被带到这儿了 都是我热的祸 从好过死在鸭鹅巷里 太孙刚才跟我谈过了 你现在知道 他为什么不让你见你爹了吧 我的命也悬在刀口下面 今天晚上朱棣要见你 你得把这场戏唱下来 我们才能活着 这是他异想天开 怎么 如果有机会 你会杀了朱棣吗 只要让我接近他 那就去做 我们从福建来的时候 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你得让我告诉你 他说什么 做你自己想做的就好 大不了我们三个一起死 去地府的路上 咱们说说肖像也好有个伴 把戏唱完 或者杀了他们 我们的命令 交到你手里 我们俩也死得其所在 江南制造的衣服 怎么都这么难看呢 太老气了 来来来 你看 帮你住的 我们是在这儿 你住民主党的 这儿 我要去判断 我去那儿 我会把他扫充 你住在这里 你住在这儿 我会把你住的 我会把你住在那儿 是 十二 衣服还得选手师定装面 最重要的呢 是要教你礼仪 我总不能送一野物 去见我爷爷吧 嫌我爷 那我不去了 别别别别 别忘了 还有几个人 在诏狱里等着你呢 换 真好 哎呀 郑和领着船队回来 就没带回点像样的手势吗 你平日里 用的什么样的簪子 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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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把长渡差不多 像把宝剑非常地锋利 在福建经常闹倭寇 当地妇女为了防止倭寇侮 都差一把这样的钗子 关键时刻 可杀敌 可自尽 我会把她的家伙子 她再有一个刀子 你赶紧 你赶紧 我看你 你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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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皇帝圣护安 好 好 好 晓安 大力皇帝圣护安 好 晓安 行李 列队 起 杀 打扫 打扫 起来吧 皇上赏你们了 谢皇上 谢皇上 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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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你不用陪我了 你跟郑和挨拙跟各国世界聚酒去 是 那个周小子呢 该来的 找找 是 他说今天晚上带了个女孩来见我 没有她呀 我不上座又说话她了 皇上 皇上 在那儿 什么地方人呢 不知道 怎么认识她 你喝酒去吧 是 来 来 吃吧 皇上 圣公安 你陪着你爹喝酒去吧 不是 皇上 我喝他 我什么我 我还能把他吃了 不是 是 跟我走 走吧 走吧 算了 是 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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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他多抽点时间 去清除海上的沃寇 大明的水师只知道有敌人 不知道有敌国 他不管 我提他管 骚扰大明土地百姓 是绝对不允许的 大明当然希望你们 和各国和睦相处 友好同胜 朝贡的时候遇上疯了 有时候分了船 请大皇帝 此与您驳回镇海一个小岛 亮晒货物 不知可否允许 允许吗 亮晒货物 有地方官协助你们 古宗的土地岂能于人 过几天我召见他 我想跟朱立将军 好好聊几句 朱立将军 你觉得怎么样 我 不妨直说 大明江土固然辽阔 却没有多余的土地 举我的衣杯来 赐酒 好 不必 这儿不及礼 你这句话深合真意 这得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你爹我这酒都喝了快二斤了 你也不说过来帮帮忙 海灵 海灵 干嘛干 老爷 请 老二 看看他 皇上赤隐 皇上赐酒了 皇上赐酒了 厉害呀 很有好气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皇上 我叫孙若微 怎么会是他呀 你认识 我怎么可能认识了 不过这小子 怎么把这样的人带回来呢 爹不是答应 让他自己挑吗 风流顽固的小子 他能挑出什么人啊 马宝兄弟 我还没罚你久呢 你为什么一回来 就直奔太子 去给他磕头 把我们晾在那儿 回来之前啊 我接着皇上的旨意 皇上说 他御驾亲征 我初始西洋 太子监国的功劳很大 我怎么能光出风头 不谢谢恩人呢 对对对 来 大汗以为 我们可以以长城为界 山海关外的土地 画给我们 这样我们就可以 平安无事 皇上是天下的共主 好 我听明白了 关外是大明的土地吧 关外生活的是朕的子民吧 把他们分割给你们 什么意思 国家要分裂 朕多次说过 大明和乌梁卫也是世带好友 亲如手足一般 你刚才这么说 朕感到非常吃惊 你告诉大汗 你们 如果无量卫的水草不丰盛 就请他带着部族 到大明来 有多少要多少 商土地 赐农具 什么事想走 悉听尊便 不要试图试探战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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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分裂 这是朕的底线 朕年后就去征战阿鲁台旧部 你回去跟大韩说 兄弟残杀 是天底下最不应该做的事情 朕以前做过 后悔到今天 太子那边你还得谈一谈 多多赏赐 我看他有点反意 是 皇上 朕想明年豫驾行争 彻底解决阿鲁台部 骚扰大明的问题 要不要顺手 把吴梁我也收拾掉了 笑什么 求婉的 原来的做法做就可以 我有什么做法 要么不做 要么做卷 真有你的 没有人敢这么说 姑娘 我觉得 你搬国主 你为��人 护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这剑还不如射在我身上呢 你 射您你就解脱了是不是 一早二十年说这话 我瞎了眼睛嫁给你 噓噓 你赶紧去赶紧去 我去我去我去 顶着 快去啊 我去吧 儿啊 已经揣御医了啊 你换身衣服 去爷爷那儿吧 你爹已经去了 是吗 御医来了让他赶紧进去 其余人一个都不能进 你们这 这 你 三位爷 都请回吧 皇上说想自己待会儿 传御医了没有啊 皇上是不是受惊了 晚上我们就在院子里散了 爹上 皇上什么时候心情讨论 我们就陪着陪着皇上 你 好 好 不想好好过 咱们就都别过 就你们仨想踹窝子 早点 太子爷 皇上 你 你不是运筹帷幄 坚果有方吗 回去洗个折子 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我亲征回来就没消停过一千 看王爷 二神在 是 不用在园子里陪我 你站在外边 我害怕 睡不着 爹 你不是天天跟人说 像我吗 我纠正你一点 哪儿像啊 你比我强多了 你比我强多了 赵王爷 这儿呢 爹 听说北镇俯司要下手 好了不起啊 快点下吧 查一查 是谁干的 滚 滚 老三 不能就这么回去了 什么意思啊 你没听明白啊 爹让你回家别出门了 老大写折子我抓人 娟静啊 爹没那个意思啊 你也别问了 消停两天 不是 老三 我们可全靠你了 今儿晚上发生什么事 我们是一点不知道啊 我知道 你俩哪只眼睛看见我知道的 你俩哪只眼睛看见我知道的 真全静啊 你 你问爹去吧 你 你 我要是你 这时候我就不乱跑 我 我去看看那个女孩死了没有 我总觉得见过她 怎么看都觉得眼熟 好 最好别往前凑 最好别往前凑 要是这女孩死了 又不知道要多掉多少颗脑袋呢 她要是活着呢 活着 那你远远地见着她 那你远远地见着她就给她拜 她能躲过这关 以后就是主子了 她要是能做主子 那我也能 我不会输的 Tie the two off the field 她怎么样 到底怎么样 剑头肺腑 天气寒凉 又这么一击 容儿回去再好好想想 现在只能靠她年轻 自己撑过去了 你怎么那么漂亮 你怎么这么漂亮 不要漂亮 我怎么漂亮 你怎么漂亮 要不然是老二干的 要不然就是老三 你干什么不说 你想害死我呀 你怎么选择这个时候动手 你猪脑子 姥姥 我姥姥也是你姥姥 你 听说了吗 老二不让出门了 我还听说呀 他天天在家里发牢骚 说老爷子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 你那个耳朵啊 应该长在脑瓜顶上 什么你都听得见 这老二还有经济神 在家里头骂街 我连骂街都没法骂 对不是 老爷子让我写折子给他 说分析一下 这事是谁干的 怎么实施的 你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 我要是写得好呢 老爷子会问 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我要是写得不好呢 老爷子还会说 你这不挑事吗 多事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那你说说 你好好分析分析 这事谁干的 你干的 你干的 如果我告诉你 这不是我干的 你信不信 你跟老爷子说起 我是不信 你们不信 他就更不会信了 我现在就差脑玩上 磕着造反两肆 你给我交个底 到底是不是你 你觉得我真这么傻 我非得选在这种时候下手 我要杀人 杀老大 岂不是更方便 我这么做 岂不是帮他上位 老爷子怎么说 爹说了 爹说了 皇上说 赞是圈金 我听那个消息 是太子埋伏 放啥 我知道 你耽误太子府 蜀官 你现在是国家大臣 内阁首府 这是从哪儿 达到的消息 有什么证据 你站在 国家大臣的立场 好好想想 如果老二 老三 老大 都是嫡出 我离谁 太子 好 如果不立场立贤 我立谁 太子 如果这个人 外表忠厚 内心奸诈 刺杀我的 是他 臣不相信 臣信我皇上 也不要相信 最硬 最真硬 到底是那个 Gone 等我 人是谁 那是谁 我对他们的 我也想得到 他就在这一系上 我不想找得到 那是什么 你都是合不夭的 那是天润 他是我们冬袱 这就是很难的 那个女孩呢 正在养伤啊 这个女孩替皇上挡了剑 那她是谁啊 她就是太子府选出来的 太孙妃呀 立了这个女孩 那皇上肯定就高高兴兴地 册封太孙啊 有这个女孩在您的府里边 替皇上挡了剑玩了命 那她就是皇上的恩人 您再想想 皇上还好意思动您吗 您这就是 邪皇上的恩人 以令天子啊 别胡说 别瞎说 太子爷 您现在马上叫人 把这个女孩的来龙去脉 八字往上这么一地 她就算是正式入选的秀女了 这么做 可是我没有这女孩的八字啊 您不是有太孙的八字吗 随便找个合的 不过了 递上去 皇上又不会真看 若微 你是若微吗 我 姐 乖选啊 女儿 女儿 爹 我 谢谢 儿子 当时你说 你要自己挑姑娘的时候 我和你爹还以为你在开玩笑呢 现在一看 你就是我们家一块宝啊 这姑娘家在哪儿啊 她的父母兄弟 还有她的祖宗八代 都列出来 你爹的折子 已经都递上去了 不是 娘 什么折子 这姑娘不是你自己带回来的吗 难得你爷爷喜欢 还安排在自己身边 还替她挡了剑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啊 是 这就是我们家选的太孙妃 张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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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汉王被圈禁了 是不是皇上认定了是夺魏的祸害 所以想要保太子一保啊 皇上 皇上口谕杨士奇跪听 臣 臣 杨士奇 问皇上圣公安 朕安 朕对耳不薄 自太子府文元小历 剪拔而出 直入内阁 而不思皇恩 与太子迎私结党 祸乱朝政 尔知罪吗 至尔定多狡辩 卓 北镇府司 亲问 亲此 臣 杨士奇 领旨谢恩 快 快走 走走 还有没有了 有没有 太子府署官一共是十七名 户部戒掉三名 现在就剩这十四个人了 干吗呢 不是兄弟 大清早的不跟外边办案 跑到我家里来抓人 你这是抽的哪门子疯啊 回禀太孙 皇上手遇 我看看 这哪个王八 这不叫杀根子吗 四王杀架跟我爹有什么关系 要胡扯吗这 太孙有话上折子说 皇上让我告诉你一事 他不想见你 特意让我传个话 那个 诸位 诸位 少安勿躁啊 此事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对不住了 对不住了 太子保住 太孙保住 走 你跟这儿实在什么威风啊 赶紧滚回去 就这么冲着太子府来了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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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忘了你爷爷那幅画了 不是什么画呀 老虎下长途啊 老虎吃人还用着理由 人家还说了 虎毒还不识子了 行了 行了 我爹比老虎还毒 行了吧 真是必问家中做 祸从天上来 来人 给我备马 是 他就著了 我爹不死 熊烦 身体 我爹不死 你 好